哈喽,大家中午好,我是顾爱秀参 这个视频的咱们重点深度点评 像氢能源和燃料电池板块 好,那么像雪人股份作为前期 氢能源的龙头个股 今天的载度涨停 那么像辽宁能源呢 它作为板块当中唯一的两年版 金层股份的话呢,反暴涨停 那么像美景能源 微财动力今天呢,是属于明显的移动 那么后面会怎么去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一个表达 像氢能源板块指数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首先,下方的144点均线作为直升 同时的话呢,我们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在850点呢,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线参考位 上方的话呢,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近期的平台上演 作为这样的压力所在 这是日线级别 然后呢,在分钟级别的话呢 咱们在上一个与它相关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讲的从851.94 它对应的是属于 一分钟 中书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对应的它并没有被辞 没有被辞的话呢 当时给大家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回落 回落的话呢,只要说 考察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 只要说不破 它对应的会给出一分钟三百的机会点 那么今天的话直接是借助于整个像 不管是无人驾驶也好 还是说像燃料电池 清真源 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走强的公正 那么今天呢,直接上行 直接上行的力度 量能 都是比较强劲的 那么呢 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呢 对应的 又可以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列说 参考点的话呢 它就会发生一些细微的改变 改变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接电呢 作为一个中书来进行看待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位置都不能跌破 那么呢 回落下来之后呢 还是存在再度向上拐头的这种可能性 同时的话呢 我们要观察的是上方的压力所在 上方压力所在的话呢 列说 我们同样用残论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一定是从839点 好 就是呢 从近期 从962.26以来 那么它又会作为呢 更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中书的一个延伸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整个氢能源板块 指数来讲 我们来看它前面几次是怎么上攻的 上攻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线段上 好 这个位置呢 先端上 那么呢 它在次级别来讲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用来盘整来看待 盘整来看待 那么当前的话呢 那么它考验的是前面这样的一个高点附近 好 前面高点附近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大概率的是再往上会乘压 重点呢 看量能不能持续保持 好 同时的话呢 那么在前面当前的话呢 它只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比上而已 它连个线段还没有构成 那么从30分钟级别的维度来讲呢 它依然存在 列数呢 把这个位置做一个小的 这样平台 那么呢 从高处回测一下 然后呢 还会有一次上上反攻的一个可能性 好 那么我们再用 日开线的一个观察点 列数呢 我们来做个 类比 类比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位置呢 出现一根阳线 方量 方量过之后呢 后面连续几天量能没有缩减 所以说呢 它给出的是一个强势震荡的一个做法 一样交替 好 那么同样在这个位置呢 出现这样的阳线过之后呢 后面的一个做法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嗯 高开低轴 好 那么呢 那么当前又处在这样的临界点上面 临界点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的量能已经达到上周五量能的五分之四 那么结合下午盘的量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肯定是突破上周五的量能 突破上周五的量能过之后 那么呢 我们要观察的一个对象的话呢 就是前高 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能不能呈压 能不能突破 能不能突破呢 后面依然要 重点看的是量能能不能保持住 量能保持住的话呢 局部会有机会 如果说一旦呢 量能有所缩减 或是呢 出现高开低轴的这样的一个 嗯 方量的状态 或者出现这样的长上营 那么都是一个高度防范的一个节点 这是轻能源指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上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板块指数的话呢 那么今天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接着到上五盘 它是一个光突扬 量能也达到上周五的五分之四 好 那么对于燃料电池这个板块指数的话呢 那是属于上层压 下方有明显的强势支撑 那么下方的支撑的点的话呢 例如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一个中枢 向上离开一段 离开的时候比较强 这个节点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突破的做法 同时的话呢 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对应的话呢 再往上 它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承压 好 那么平台承压的话呢 那也说 可以把这样的节点 作为处的一个压力区 所以说呢 像燃料电池 当前的量能也可以 开线也可以 但是呢 再往上 它就会面临充高回落的一个风险 但是回落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新的机会 那么这就保障了 短线的一些低吸高抛的这样的一个价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个股 因为在咱们在 周末的时间呢 给大家讲到本周的三大核心方向 三大核心方向里面呢 首先 以无人驾驶作为核心 无人驾驶 同时的话呢 我们像能源车方向呢 它炒的并不是老的能源车方向 而是呢 以无人驾驶 华为技术 包括呢 像 燃料电池 氢能源 充电桩等等 它并不是像老牌的像比亚迪 像宁德时代这样的 它是针对于 呃 思念刺激 再加上呢 有一定的一级之声底位底价 好 那么我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像雪人股份 雪人股份的话呢 对应了 它前面呢 是属于上一波 青能源的这样的龙头失败 然而思金五失败 失败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那么呢 一旦掌停之后 一旦呢 再往上不能连板 别人偏离武军 偏离武军的话呢 连续回撤 出现这样的一个商下 应的这样的一个小阳心 有变盘的气象 然而 震荡 它整体来讲 并没有出现 急速的输量 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呢 对应呢 它只要说量能 还能够保持住 那么呢 它的一个人气就没有散 人气没有散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 走法的话 本身又处在这样的一个底位 这个底位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平台的 突破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 我们用水平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它调整也是正好调整到前面 这样的一个前高位置 附近 直跌 那么今天的话呢 是属于涨停 而且呢 是涨停板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 龙头的一个反包 或者是二波 好 那么呢 它今天呢 是对应了 找盘的时间 近乎秒板 在九点的 好 在开放一分钟之内涨停 中途呢 开了一次板 一封死 这是雪人股份 那么雪人股份的话呢 后面我们再来看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前面在这个位置冲高 震荡 下方的冲板呢 在五块三毛二以来 这的冲板呢 是有明显的消减 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减少 而后呢 当前呢 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了一个新的 冲板米区域 在什么呢 在八块钱到九块钱 这个左右的位置 形成新的冲板米区域 那么当前呢 在上涨 属于上涨当中 下方的冲板 没有松动 那么对于雪人股份的话呢 下方重点观察的是 它对应的 像八块钱到八块五 这个区间里面的冲板峰 如果说冲板峰始终没有松动 没有减少 那么它就有可能 还会持续延续 如果说冲板峰 持续的缩减快速 快速的松动 那么冲高之后的话呢 要防范 冲高之后呢 再进行回落 这是雪人股份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话呢 例如说像美景能源 美景能源这一支购物呢 咱们在 其实呢 老朋友应该知道 咱们在 五块八毛五附近的位置呢 就给他讲到过 讲到过的话呢 对应了他作为轻能源 曾经的 腰股 曾经的龙头股 来讲的话呢 他对于轻能源方向的 一个地位和作用 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 然后的话经历这样的一个 下上下这样的一个 洗盘的动作过之后 那么呢 咱们前面在这个节点呢 给大家讲到 属于呢 它是一个洗盘的范畴 那么今天再冲高 留下一个长上映的商务盘 又该怎么去解读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先看它的越开线图 越开线图的话呢 它属于平台刚刚向上 谈起 平台的话呢 我刚刚就是走出 这样的一个平台 下方的话呢 五十三一百十四 多多排列 量能的话呢 有公正 MSD的话呢 零度上方 这是周开线的一个表达 所以说呢 周开线它表达的话 还是比较 技术形态表现的 还是比较良好 那么日开线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其实是对应的 好 那么像今天冲高 而后呢 又进行回落 其实呢 在这样的一个连续 一二三四五 五个交易日 上影下影 这样的一个震动呢 把它都洗盘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在找盘的时间 是有资金进攻的 资金进攻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从冲高 冲高最高的时候呢 达到近八个点的 一样子 而后呢 在进行回落 回落的时候呢 量能是缩减的 那么个人视角呢 依然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洗盘来看待 但是呢 像洗盘的同时 它下方这样的一个 筹码风还是比较完好的 就是呢 并没有 大幅度的 这样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减少 但是呢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再结合 产略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表达 从五块八毛五 这样的一个接连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的一个级别 比三十分钟要大 比日线级别呢 要小 那么对应的话呢 当前可以把它 作为怎么去理解呢 例如说 以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 来看待 中枢的这个中枢级别呢 它这是日线的 日线的线段下 日线的线段下 这个位置是一个 日线的一比上 所以说呢 它是 够不成 日开线的标准中枢 但是呢 它的级别 有比三十分钟大 那么这个位置呢 作为中枢的 上延 上延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是走 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内部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在组建五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 中枢平台 就是日线的 向上离开段的内部 组建了一次五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 然后再往上 再往上的话呢 那么我们用五分钟的维度 来去看这一段上涨 好 这一段上涨的话呢 其实 前面呢 连续这样的调整 十字星 靠近一百十四年均线 结合咱们前面 给它讲到的一个 方法和视角 其实是很容易把握 那么我们再看五分钟 五分钟的话呢 对应的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可以把它 作为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 从 好 从六块七毛四 六块七毛四以来 上涨 这是一个 对应的 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 来看待 中枢的话呢 向上 再走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与前面进入一段相比 是有所被迟 那么当前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中枢延伸来去看待 例如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下 上 下 上 因为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走得更强 回落不破 对应的是五分钟三买 但是呢 冲高之后呢 今天回落接触了 一个中枢 上延的位置 接触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 把这个中枢呢 作为一个检守位 如果说 对应呢 它始终保持在 这样的一个中枢内 或者中枢 下延的上方 那么不排除 在这个位置呢 保持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当然了 如果说 回落下来之后呢 反弹始终 一次两次 不能再突破前面高点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我们一方面防范 中枢延伸 另一方面呢 还要防范的是 走一个五分钟 反向运动 所以说呢 对应了一个 交易节点的话呢 或者节奏 回落不破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中枢下延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低吸的一个视角 但是呢 反弹如果说 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好 那么对应呢 又是一个高抛的一个视角 好 如果说走的 足够强 相当走离开段 再向上走新的离开段的话 新的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再根据它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 被持寻求卖点 那么回落下来的话呢 只要不破这个位置 它对应呢 又会成为新的山脉 这是美景能源的一个 技术跟踪 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分时 像今天的话呢 是属于第一轮上冲 回落第二次上中 其实呢 二轮冲高 最高的话呢 是在9块2毛6 接近8.15% 但是呢 不能封板 像这样的话呢 短线而已 其实是应该 做防守 或者做减持的一个处理的 因为第二轮上攻 它的量呢 和第一轮上攻 很显然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 级别而言 力度而言 它就属于秒 秒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盘倍嘛 就是第一轮上攻 很急切 第二轮上攻的话呢 那量呢 就明显的 有点盯不上了 好 但是呢 它整体来讲 回落 它是半水战的 持续缩量的 更多的话呢 个人认为 依然把它作为一个 洗盘的一个态度 来进行看待 好 这是美景能源 它的一个注意思想 以及的节奏点 那么今天的量呢 也达到上周五量能的 接近上周五的量能 那么结合下五块的量能 肯定是明显的方量的 这样的位置方量的话呢 那么再结合均线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来看 好 均线的视角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五十三一百四 还保持上了多多排列 那么呢 下方五天均线呢 可以作为一个 坚守点 而且呢 前面的站在上攻 五十三 五天均线和十三天均线呢 有所偏离 那么如果在这位置震荡一下 然后十三天均线持续上行 它最终呢 再能够向上五天均线呢 来靠近十三天均线 然后再向上拐头 那么可能还会有一波 不错的行情 这是美景能源 好 那么结合呢 周开 日开的一个公正来讲 那么这个位置回落 更多的倾向于是 机会点 但是呢 在这一轮上攻的过程当中 那么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量序 两攻上冲 都不能封涨停的一个状态里面 当且还是需要去减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微财动力 好 微财动力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 144天均线的神奇魅力所在 就是对于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个股 它的一个调整 就是呢 冲高回落 其实144天均线呢 对于趋势 对于波段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 那么从26块2毛6的位置 一路下跌 也是跌到了144天均线的 位置或者支撑 好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 集点上面来讲 我们再结合 像 越开线来讲的话呢 它在零周上方 四大状态 绿柱有所速度完 但是前面呢 也是出现 连续下跌之后 出现这样的四次星 连续的四次星的话呢 有变盘的气象 那么当前能够呢 持续向上变盘呢 我们再看日开线 日开线的话呢 它对应的 其实是属于前面 这样的一个单边 下跌结构 到144天均线 获得支撑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第一 它的结构 下跌结构 还没有发生 本质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没有 突破前面的高点 但是呢 像这样的一个节奏点的话呢 像MSD 它是属于临头下方的 金叉状态 金叉状态的话呢 对应的 又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好 我们来看 可以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斜率 在不断的 在变缓 好 不断变缓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就至关重要了 因为今天的量能起来了 今天的量能 已经盖过了 过去五天的 就是 五天的量能 今天是 今天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突破 那么今天突破 就是半天 那么结果下午盘的量能 还是持续放大的 那么这样 这个位置方面 我们再用最小级别的 残论结构去看 残论结构去看的话呢 对应呢 它给出了一个节点 它也是属于 对应的 我们从18块1毛6 这个位置 18块1毛6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下上下 对应的话 此于五分钟级别不到 一分钟级别的判断上 一分钟级别判断上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当前这样的一个向上离开段 它比进入量的力度更强 力度更强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冲高一次 震荡 下午盘的时间 如果说再往上冲 能够强制封板最好 如果说再往上冲的话 不能封板 那么呢 它是一个防范的点 但是呢 如果说回落下来 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沿 它可能还会存在一次分 一分钟级别的三买的 有机会点 这是微塞动力 好 同时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 震荡当中在走强 到时候呢 可以参考均线的一个维度 来进入更中 当前的话呢 像五十三 刚刚要形成净差 还没有形成净差 如果说呢 形成净差状态 MICD上零轴 量能持续方大 那么就可以用咱们均线口诀 来进入更中了 好 这是微塞动力 那么同样的像 金城股份 好 金城股份的话呢 它作为 好 它作为清能源方向里面的 它也是属于什么呢 好 前面这样的一个上攻 在这一天呢 这一天呢 是属于 苗板 第二天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涨停过 之后再冲高 不能封板 不能封板的话 偏离五军 当前之减 那么连续调整下来 其实调整下来过之后呢 用 残略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这样的个股 其实是非常好去跟踪 列宋呢 把这个位置为一个中枢的延伸 中枢延伸的话呢 对应了它回落不破这样的平台 不破平台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包的 或者出现这样的一个 向上反弹的一个走法而已 那么同时的话呢 这么在下方 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的 列宋呢 在四块 好 四块七 四块一下方呢 它又是这样的一个冲板封债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 不管是从冲板的维度 还是从平台的维度 或者这样的声 出现的反弹 那么反弹的话呢 今天对应的 它的一个涨停 好 目前为止呢 封板的 力度尚可 好 这是京城股份 那么再往下 像辽宁能源 辽宁能源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个板块当中 不管是燃料电池 还是氢能源 它的属于唯一的 二连板的股票 二连板的股票的话呢 像辽宁能源这一只个股 其实在收板的时候 就给它讲到过 讲到过的 当前是属于二连板 二连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又属于这个涨停板 它又属于突破了 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好 那么这个 就是突破前面高点 这样的小的平台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一个 观察点的话呢 前高 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它是有压力的 但是呢 那它作为两连板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 新的风向标去看 就是龙头还是选人股份 但是呢 它作为一个新的进级二板成功的一只个股 来讲 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 或者作为一个关照点 如果说后面 它能够持续进级 那么它会带动整个燃料电池 或者带到整个氢能源方向 因为同时呢 它又属于 像 煤炭 炭交易 燃料电池 氢能源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热点叠加的 好 那而且呢 这样的给我 它本身的价格比较低 就是它就符合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价格低 位置低 位置低呢 是它的一个位置 结合历史的股价痕迹去看的 价格低的话呢 这是 再结合热点的公正 那么今天走出这样的一个 二进一进二的这样的一个掌听板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分享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同时像我们的盘面的话呢 它已经处于 像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一个接点 对应的 灰彩不破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 低点和低点相连 不破 趋势性 然后呢 出现了一个相传反弹 反弹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在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低点和低点相连 其实再往上的话 3500点上面还是有明显的压力的 所以说呢 再往上 防范的是晶接力 而且呢 是如果说 在3500点的位置附近 再往上冲的话呢 实际上是 总体来讲是要 分高去减的 那么在前面这样的节点 有没有把握低息 有没有把握这样的节奏 其实呢 很多时候就属于 连续涨涨3天4天之后 你这想再去冲动 完了 好 那么连续回落的时候呢 每一次都存在 跌不跌不前低的风险 但是呢 只要不跌破 它就是一个试探的一个机会点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